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微博搜的官方包架是6倍数起 包天 包年 包季度都有不同的折口 你经常会看到某几个位置后坠会有一个箭字 这就是有偿位置 贵吗是贵了点 但是它稳呢 但如果钱不够 Walter君也欢迎你 便宜的不说 因为不带广 骗道的点击率还挺高 不过稳定性又差点叶子了 据说还有一种更省钱的方式 找专业公司带的节奏 带动各种圈的数据工具人搞团建活动 至于效果如何吗 谁用谁知道 其实贵的不是上热搜 而是彻热搜 有道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根据事件量级 后者的价格通常是几倍 甚至十几倍于前者 很多明星网红 大厂品牌 灰州老板娘 救火成本年底一算 海了 肯定有人说 微博这么狮子大开口 那些人为什么还买单呢 故事得从09年开始说起 微博作为初代大众网闻平台 离不开新浪微博的影子 群众接触这块拿捏得死死 11年微博用户突破了两个亿 占当时中国网民总数的一半 主打舆论社交平台的微博 火箭起飞 给pony码吓坏了 他曾经在清华管理论坛上表示 腾讯历史上遭遇过的最大危机 就是新浪微博的崛起 微博也确实是拿俄系的产品做竞品 不过 对标的并不是腾讯微博 而是俄省2011年 憋出的史诗级大招 微信 现在回头来看 那就是碰瓷 在当时呢 却是事实 那会微博还是在给自己的社交属性加buff 在微信诞生后不久 微博的私信功能也就开了 但是新浪老大曹国伟 坚持微博应该是主攻媒体属性 他的坚持直接影响到了微博现在的处境 这个后边说 不过也不难理解 在中国互联网里跟腾讯比社交 就像是小学生去跟无精单挑 肯定是白给啊 而且那会微博还在PC端打拼 但微信还没出生前 好像就是给智能手机特意准备的 更别说微信的朋友圈和公众号 给微博带来的破假假暴击了 再跟着社交军备竞争 高情商叫梦想 低情商弹幕会给出答案 因为无论是从效率 用户基础 还是产品基因等多个维度来看 微信社交属性都吊打微博 除了那个取代不了的媒体属性 所以微博当断则断 玩差异化 利用一对恩的特点 将自己定义为社交媒体舆论场 这个定位不可谓不精准 结合新浪门户的出身 直接奠定微博难以复制的媒体图长 点对面的传播效果 成为其他社交产品难以匹立的大招 这也是开头那两个问题的答案 微博凭什么叫得起彻彻搜的价 而他们又为什么买单的根本原因 一个不小心 就是舆论导致的社会性的死亡 终身事业的翻车 至于他为什么走上这条路 接着聊 14年微博赴美上市 上市前只有一个反倒 上市后卧有N个反倒 夹上的商业模式 让投资者们皱起眉 泛起难 尤其卧榻旁的微信 建成虎狼之势 怎么办呢 把焦虑的皮球提到对方脚下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记性好的小伯应该知道 1415年对营销来说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 小鲜肉小鲜花们牵着粉丝的手 之间拉开了流量时代的序幕 而嗅觉灵敏的微博 立刻闻到了娱乐营销的潜在商机 这里要说一下 微博早期 企业家 投资人 知名度较高的明星像老徐 潘日益 姚晨等 都是微博大V的一带幕 但所谓的经营人群 毕竟就那么点 所以微博发力 用娱乐基因来撬动下沉市场 14年起就疯狂的 和各大电视台节目合作 歌手 爸爸 好声音 轮番歌舞 黄欢 效果明显 到16年 微博在三四件城市用户 已占总用户的一半 其中娱乐化营销功不可没 数据叠加数据 资本加上资本 亿万级的转发 动辄千万的粉圈文化 2015年前后 开启的娱乐营销 直接让日渐示威的微博 重获新生 财报太枯燥 大家看图吧 花重点 就是微博随后两年净利润 直接起飞 以倍速增长 在这段时间里 微博和一代又一代的流量明星 背后的粉丝 创造的记录令人震惊 前有二代目顶流陆寒 微博转发评论 破了吉尼斯事业记录 随后这一记录 被单条微博转发破译的王俊凯 一个小目标的转发量 这里面的饭圈文化 我深挖了许久 只能说 各位粉丝老师们 Respite 可能微博都被自己的内力惊到了 后来直接改了规则 单条转评赞超百万 均以100M加显示 很多小伙伴就问了 这是要闹哪样呢 这么说吧 我是你的粉丝 我就希望你的榜单数据越来越好 这样你得到商业资源 就会越来越加 我化为行动 自发的去转评赞 你所有的宣传 慢慢我在组织各种后援会和站子 进行各种活动 万一看到了别家的粉丝挺他们的 idol 那我不争馒头 争口气 我idol不能比对家的数据差 一人一号不行 那我就一人多号 双卡双态的手机 至少弄俩 其中比较经典的就是昆仑大战 能push一波中年人 半夜起床买歌打榜 我也是服了 毕竟这帮人 在某些平台都是下次一定 说回来 碰到可以送鲜花的机会 冲 双手冲 据说某顶流明星 两元一朵的爱慕之鲜花 粉丝光是送这些虚拟花 就真金白银送了一千多个W 这还只是一味 最重要的是 这么些年来 铁打的平台流水的花 数字代码带来的生产力 赚得真让你没脾气 娱乐至所的代价 可能随时出发 在享受了广域舆论发酵地的福利支持 跟头借踵而至 2020年微博被上面约谈 直接停了一周 有着强烈社交媒体 舆论标签的微博 褒贬不一 有人说 它只是一味追求流量 而很少真心承担社会责任 也有人说 这个时代需要这个平台 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宣泄自己的情绪 追捧自己的爱豆 咱们抛开这些凉币劣币的主观感受 也不去翻那些枯燥的财报 我们看看这十几年来 感知信息的变化 以前发声渠道统一 媒体像一座座高山成立云间 现在的发声平台更多元 此时的媒体更像了一片海 一如微博这种APP 数以万计 任再大风浪 一周内基本都会归于平静 给我们带来深刻记忆的 都是那些搅动我们情绪的信息 就像乔帮主 二年前接受采访时说的 在较低的带宽下 人们传递的是信息 更高的带宽将用来传递感情 但假如我们的感情 被AI算法破解 我们的感知 被无数滤镜数据化覆盖 带节奏的人变成了机器人 我们还能够保持善意 也许善的反应词 不是恶 是为善 喜悟通音的我 应该如何独立思考 欢迎评论区说出你的观点 我是趋之道 刘瑞仙天 咱们下期见